国土资源部部长江大明昨天下午在列席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经过部长通道时表示 稳房价要增加土地供应面积 对此国土部也将采取有保有压优化结构分类调控等措施 合理增加城市土地的供应面积 一个就是对保障性的安静工程 实行土地的应保进保 第二个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土地收储的这样一个作用 及时的来增加土地供应面积 第三就是要盘活城市中的闲置土地 特别是一些房企长期存积而没有开发的土地 第四个就是加大城市低效利用土地的再开化 第五就是坚持和完善招牌价值 防止异常交易推高房价 第四个就是加金莲发挥哥まさ